IC设计厂群联在控制晶片出货畅旺的带动之下 第一季税前净利超过10亿元 计增超过两成 写下历年同期新高水准 另外看好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在政策带动之下 需求大爆发将会进一步启动中国大陆的扩厂计划 去年全球SSD出货量高达7000万个 SSD需求大爆发 Namflash控制晶片厂群联 为了抢大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顺风车 将投资1800万美元 在安徽设立合肥造星电子 因为去年的努力 那耕耘做了很多李三印的动作 今年可以延续去年的这个努力 可以得到所谓的成果 所以在我们的产业里面呢 EMMC SSD很好 群联首季合并营收高达83.42亿元 虽然跟前一季相比小幅下滑4.87个百分点 但却较去年同期成长8.31% 主要受惠产品组合优势 本业获利成长 税前净利高达10.11亿元 较上季逆势成长25% 随着IC出货持续成长 第二季营运有望超越第一季表现 整体来讲我们的需求都不错 第二季的订单量 其实我们一些卡托的订单 主流卡托的订单看到9月底了 Namflash将把SSD产业推向另一个机制 加上大数据资料的普及 市场需求更加可观 会容易5750万美元 收购中国企业级储存 解决方案供应商保存科技 预估将为今年SSD出货 带动三成以上的成长率 陈和平陈伟又台北报道